好我们这一次的作业呢第1个 你要打开要装你的epic 其实这个根本基本上都讲过了 那你的epic 基本上就是在 搜索 好这边呢在epic自己下载 那如果上课的时候还跑来问一样的问题我就觉得 就 好 那这边的会有一个unreal engine 基本上你需要自己signin 登录然后再 要下载这个epic 那ip安装以后呢反正你有序号以后就是自己进去灌unreal engine 那像我现在已经灌过了所以这边就是点unreal 那这边有一个UE4其实应该是可以点我们这边可以启动unreal那你应该现在下载要下载的是unreal 4 那这边大家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那这个是之前的一个project哦没关系我们这边 这个project 呃 开一个新的好了game 然后呢next 那这边呢开一个blank吗还是我还是我们看有没有别的可以开啊 开first person好了 first person 然后next 那next里面呢这边就是你要指定一下你的unreal 专案的位置哦 然后可能这边这个project是叫myproject2 就是第1个你的专案要放哪个资料夹 那因为你可能会有好多专案那都是在这个资料夹下所以你后面 这个这个资料夹 下面的这个专案叫什么名称自己要去一下所以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在这个资料夹下面会有个叫myproject2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专案已经打开来了 那专案打开来以后呢 你这边有看到makeup scan的因为之前已经干贯过这个外挂了 那 你可以先播播看 按播放以后呢这边的可以按 A W D跟S 按左滑鼠左键就是设计 OK空白键就是跳躍 OK第一次退后吗OK这个大家都可以猜得到 好 那这个时候呢按Escape先脱离这个 播放的动作 播放的动作这时候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quickseverbridge 你的电脑呢必须要灌quickseverbridge 那同样你必须要有epic 的账号 所以呢这边就是下载这个bridge下载bridge以后呢 你的bridge里面的必须要登陆这个账号要登进去 登进去以后呢你可以在collection里面的自己去下载一些模型 下载一些材质 比如说像我这边呢去找 Nature 自然的景观 那这边我选 我现在我选这个好了 Limestone query 那这边呢很多材质哦还有一些是 模型 这个模型的话呢我要下载我可能就是从这里 直接点了以后按这个就可以下载 他就开始下载 那如果是材质的话呢我就还或者是草 我也可以直接按这个就输出 但是呢因为有些同学其实之前可能没有逛过外挂 他有一个外挂我们先看一下编辑设定 编辑设定里面的必须 先指定你自己要储存的位置哦这个是你自己要设的 所以不要问我你要存哪里哦是你自己哪边有空间多你就存哪边 那isport setting呢输出的设定 好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输出到哪里 这边要指定那可能你没有外挂他就可能会叫你装了 那再来呢这个专案在哪里 我这专案刚刚是在这个位置这个你也要自己指定 那再来是你的unreal 引擎是哪一版自己要制定 外挂呢 就是这个位置啊c17program files epigam然后unreal是哪一版的plugin就这样子 ok 那至于说贴图啊模型啊这个应该就不用管了这个就不需要不需要管了 ok 那基本上应该是 就这样还有个manageplugin管理你的外挂 那这边外挂呢我现在用的是unreal ok 好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外挂比如说我现在选 我选 胡迪你好了我没有外挂他这边就会出现downloadplugin但是这样子ok 先这样子 先这样子